医院外墙整面被墙风吹到崩落 医院内更像是世界末日 医护人员惊声尖叫 大半面的玻璃窗直接在眼前消失 强力气旋陶特直扑硬度 当地专门收治新冠病患的病房 变成了风灾的灾难现场 另一头也不知道得先救灾 还是先救命 病房内小雨下不停 病患和医护人员一脸木然 完全放弃治疗 在印度疫情当头之时 偏偏还有强烈气旋指扑而来 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古籍拉特邦 就是这次的重灾区 偏偏当地的确诊率高达三成 此时还必须要撤离20万人 疫情后省引了好几个礼拜的莫迪 终于打算公开献身 疫苗才打了110万剂 当地的疫苗接种站就已经被强风吹到东岛西歪 接种工作完全停摆 莫迪最新一段谈话 把希望全寄托在疫苗的身上 不过印度最主要制造疫苗的印度血清研究所 受到疫情影响供应吃紧 路透社报道可能最快要到10月才能补足产量 而且印度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 全球第二大确诊国 国内有超过2500万人染疫 但是近日新增确诊人数开始下降到30万人以下 官员对疫情的预测转向乐观 但其实在第二波疫情中 已经有多达244名的医生和300多位记者 不幸染疫身亡 还有记者在推特上发文求救 却等不到救援 在家病死 尽管有医疗单位来回复 但是问了基本资料和病况之后 又没下文 最后这一名65岁的记者 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绝望离世 偏偏此时还有女议员 又在宣扬牛尿治百病 还说她天天喝 乡村则是有民众确诊 却找不到地方隔离 躲到树上住了11天 才被当地的卫生局接走 病毒已经蔓延到医疗资源 更加贫乏的乡村 印度疫情恐怕会持续闷烧 TVBS新闻综合播斗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